第七 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较 贬低自己的孩子 在外人面前夸你各种好 只是为了让别人羡慕 他这个母亲有个多么听话懂事的孩子 别人如果问你考试成绩如何 哪怕他知道真实情况并非很好 那为了他面子也要硬说你考的贼好 而关起门呢 继续批评你 哪怕你有一点空余时间 那都必须要去学习 不能让他再丢脸了 或者给自己的孩子用他不喜欢的东西 让你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好好的对待 第八 你没有办法告诉对方真实情况 因为对方并不想听嘛 就算你说了 他也会没气灯操控你来扭曲你的事实 还要告诉你 你的感受应该是什么 第九 不允许你和他有不同的意见 也不允许你批评他 否则和你干架 你要是和他有不同意见 你就是不孝顺 你就是和母亲拎嘴 你就是没大没小 你必须听他的 否则他就离家出走给你看 或者跑去自己亲戚家住 顺便哭诉你的种种行为 而我记得梵东读书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 很多老年人那么大岁数了 还像个孩子 很多时候你发现家里的孩子吧 都四五十岁的人了 突然被老人叫过去干嘛呢 因为老人不高兴了 要你们去哄他 他不高兴了 你们就都别想好过 你们都要陪着他 给他撑腰才行 或者就是你帮母亲做饭 因为知道他不爱做妈 结果他反而哭着指责你 说你看不起他 让你觉得莫名其妙 而且还委屈的不行 明明是你作为孩子体谅他 去帮他做饭 他还要说你瞧不起他 哇 真的很无语是不是 第十 特别重视血缘关系 认为自己家人都是人 自己家人的伴侣都是外人 作为自己子女的伴侣 你是他眼里的外人 你永远都应该为他们家族的人服务 包括做饭 伺候他 安抚他情绪 还要照顾他的孩子 说白了 就是拿你当佣人 各种脏活累活都是你干 你给一大家子人做好饭 他们都不会等你一起吃饭 而是他们先吃了 有的菜他们喜欢吃 居然等你好不容易忙完 你发现菜都吃光了 完全没把你放在一个平等尊重的位置上 其实也是间接贬低了你的个人价值 还会经常性的挑拨你和自己伴侣之间的矛盾 说你伴侣的坏话导致你们夫妻关系不和睦 第十一 严格控制你的一举一动 毫无个人边界感 有的自恋母亲还会在家安装摄像头 在你的房间 就是为了时不时看看你在干嘛 这个真的太可怕了 还有的自恋母亲会不停的敲你房门 不断问你 要不要吃个水果啊 或者想不想干点其他的呀 就是不能让你好好在你的房间里待着 完全没有边界感 如果你觉得他严重侵犯了你的边界 并指出他的问题 哎呀 那可不得了了 等待你的将是一场家庭内部庭审般的指责大会 比如叫上你的兄弟姐妹夫妻一起 控诉你如何伤害了他 然后让他们都要站的他一边 一起数落你的不孝 让你必须要在众人面前向他道歉 所以NPD母亲对于你设定的个人边界会非常抗拒 且认为你做错了 你不孝顺了 你变得自私了 你对他太冷漠了 从而让你产生内疚 第十二 严重嫉妒自己的孩子 会蓄意破坏你的前程 NPD母亲嫉妒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长得好看呢 他们会骂你 天生长相就是勾引别人的脸 如果你学习成绩好 想去国外留学 他们就会说 你眼神那么大干嘛呀 出国留学压力多大呀 又孤独 找个离家近的就可以了呀 总之啊 不管他说的如何漂亮 事实就是 他并不想支持你继续发展自己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实际上也是见不得你好 哪怕你是他最疼爱的那个孩子 那当他不想支持你的时候 也是一分钱都不给的 然后你如果听了他的话 没有去发展自己 你以后的事业呢 也会处处自我设限 理想情况下 一个家庭里的母亲呢 本该是温柔的 充满理性啊 与关爱的 同时又 理性且懂得如何设立规矩给孩子 鼓励孩子呢 健康成长 允许跳出自己的输入签去闯荡的 也会给孩子生活上的需求满足 给予他自由 但是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呢 母亲并不会因此丢失自己的生活 他会平衡好家务和照顾孩子 以及自己的需求 可惜一个NPD母亲并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相反呢 还会把自身的匮乏 局限 情感冷漠 传递到孩子身上 所以如果你的母亲是NPD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疗愈自己 因为以上说的任何一种创伤呢 都会导致你的自我发展受到局限 你的内心也会自卑 找到的伴侣呢 也大有可能不会尊重你 爱你 所以请一定找到适合你的心理医师 为您疗愈 因为你本有美好的未来 是时候让自己破茧重生 长回自己的幸福人生了 我是疗愈师Alice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